大家好,我是恶斗 本期给你们介绍这部 让小李子·莱昂拉多 迪卡皮里奥封地的 奥斯卡获奖电影 荒野猎人 让我们一起看看 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所有看过的人 都赞不绝口呢 故事发生于19世纪的美国 当年一群老美们 为了赚皮草生意的钱 纷纷踏入了 印第安土著人的领土狩猎 我们的蓝主小李子 就是这群赏金猎人的一员 他老婆就是个土著 儿子呢也是土著 所以他熟悉这里的一切 给队伍就当向导 没想到该来的总会来 这边的人呢还在剥皮加工 那边的土著人已经包抄了过来 双方混战到了一起 负责整个队伍的金发队长 喊着让大家能拉一点是一点 赶紧上船逃 毕竟背水离乡的 拿着命干了一连 谁也不舍得将皮草拱手 让人一阵混战 蓝主队长几个算是 捡回了几条性命 也还拿了点货 亏是亏了 没亏太狠 这个土著族呢 是在居住在此 人数众多 势力庞大 虽然他们乘船逃了 但蓝主啊 敏锐的觉察 如果是顺河而下 估计迟早就会被截的 最佳办法是咱们上岸 大家翻山越岭回基地 至少他们又不知道 我们的行踪呢 是不是 阿剑是第一个不乐意的 咱这么多货翻山扛回家 我们是赏金猎人 你当我们是物流 就算是物流 你这种偏僻的地方 我有权利不送欧柯 但是没有办法 金发队长同意蓝主的建议 诶 事实证明 蓝主的建议是对的 有两个人 晚上偷偷的离队 乘船回家 果不其然就给土著 给逮到杀了 其他人白天赶路 晚上睡觉 这一天一早 蓝主在丛林侦察 突然就冲出来一只大熊 上去就咬 直接就将蓝主咬成了珠伤 等大家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浑身被撕开 气若犹斯 队长呢 还是很有人性的 立马给他包扎缝合 能救就救 还指挥大家轮流扛单架 始终不放弃 这种品格 让我想起了 一个都不能少的吕老师 本来就对蓝主 怨神载道的阿剑 一万个不乐意 大家搬着单架 根本就爬不了山 但是没有蓝主 一直以来的侦察 他们这组人呢 根本就不可能活这么一年 队长决定赏金一百块钱 找两个志愿者留下 直到蓝主死去 安葬好 再追上队伍 阿剑肯定是不愿意 空手回家的了 看在钱的面子上 他选择留下 另外还有小腕梅 跟蓝主的关系不错 不要钱 再加上蓝主的儿子 一共三个人留下了 其实阿剑早就想好了 找机会弄死蓝主 立马跟上队伍 这不得了 说干就干 趁两毛小子不在 这样无死蓝主 被蓝主的儿子撞破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捅死了他儿子 一旁的蓝主是看在眼里 但又浑身动弹不得 路火中烧 无能为力 小腕梅打水回来 阿剑随便搪塞了一下 就应付过去了 睡到半夜 阿剑自称有二十个土著追来了 咱赶紧逃吧 小腕梅没啥社会经验 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 只好甩下蓝主 跟着逃跑 当然了 这必然是阿剑瞎说的 目的就是咱赶紧甩了他走 荒郊野岭的 还接着个什么人道主义立场 你吃吧我撑吧 第二天 蓝主逐渐恢复了双手的力气 挣扎中从土堆里爬了出来 看着儿子的尸体 发誓要报仇 拿了点 他们还没带走的披风取暖 然后在骨头凤里 吸食腐肉 在河里喝水解渴 还用子弹的火药 给伤口消毒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其实土著追杀他们 也是有原因的 这个酋长的女儿 就是被另一组 赏金猎人的队伍给掳走了 他们这么紧逼 就是为了救人 寻着脚印的痕迹 还真就找到了藏身的蓝主 这个设定一下就让我想到了 绝地求生的新雪地地图 也是可以根据脚印追踪其他玩家 再也不能瞎跑了 有没有 蓝主不得不直接顺着 冰冷刺过的河水飘下去 你们想象一下 这水有多冷 起身后继续赶紧钻步去火包乱 在河里做了一个陷阱 抓点傻鱼补充体力 对没错 用石头做了个半壶形的墙 这鱼摇进来就摇不出去了 你说这鱼撕不撕撒 昨天夜里 远远地看到了另一个族的土著 逮到一头牛 蓝主呃呃凑上去 这么一来而去 也就混熟了 原来这个土著 也有个苦命的过去 他的家人就是被别的族的给杀害的 两人心心相惜 情不自禁 好吧 两人结伴而行 土著老铁对蓝主是照顾有加 给他服药 打绷带 回血 安顿好呢 他就继续起程离开 可万万没有想到 土著老铁被另一组文明世界的皮草猎人 给围攻杀了 有时候还真不知道谁更文明 蓝主偷摸的爬过去 这一堆人正在扎营 貌似还挟持了一个土著妹子 如果没有猜错 这个被扶的妹子就是那个酋长的女儿了 趁着一个白人 强压着妹子发泄授予 蓝主从后面直接就偷袭 然后偷了匹马 开了枪就跑 吸引了大部分人的火力 好让土著妹子得以逃跑 另一边 阿剑跟小阿梅也回到了基地 阿剑一顿乱忽悠 不仅拿了赏金 还把这个事蒙混过去 这天就是喜欢乱杀人的那个赏金组 唯一的一个活口 颤颤巍巍地走到基地 队长这才得知 蓝主没有死 他们这组人 估计是在见到蓝主之后 被其他土著给伏击了 立马拉上队友出发找人 这才将蓝主给带回了基地 但此时此刻蓝主的目标只有一个 这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那就是复仇 可不巧阿剑早就知道不妙 偷了队长的小金库早就跑了 金发队长真的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决定帮蓝主一起抓阿剑 顺便抢回金库 两人骑着马离开了基地 有些好事者肯定就要问了 队长为什么不拉上人组团去抓人 刚才说了小金库被洗空了 队长每次都是悬赏多少钱才出发的 没钱寸步难行 你当真以为当了老大就可以随意发号尸力了吗 小初看多了吧兄弟 很可惜两人分头找 结果队长找对了路 还真就碰到了埋伏的阿剑 两人话不投机直接开枪 果然枪长的还是要厉害一点的 队长死了 头皮还被剥开 很明显就是伪装成土著的杀人手法 蓝主信你个鬼 蓝主收拾好拉着队长的尸体 打算送回基地 然而不远处一声冷枪响起 阿剑果然又在埋伏 一枪打中了马上的蓝主 可等阿剑走近才看清 原来打中的其实是队长的尸体 后面假装尸体的才是蓝主 此时的他起身就是一枪 可惜打到了阿剑肩膀上并不致命 这种枪又不能连发 阿剑赶紧跑进丛林埋伏 又是一轮狩猎 但是这次狩猎的却是猎人 相互几个来回 双方拼那个遍体力伤 此时不远处走来了找女儿的土著 酋长的队伍 蓝主不想动手杀人 决定将这个阿剑交给土著 如果他们杀了他 也算是给自己报仇了 自己就算是被他们杀死 也死而无悍 果然 酋长没有二话 结果阿剑直接吐死 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 跟白人有太大的仇恨 可队伍并没有对蓝主动手 马背上还有那个被他拯救的妹子 显然正是由于之前他救了这个土著妹子 所以酋长才对他网开一面 故事到这里呢就结束了 小李子为了得奥斯卡 在这部电影里面吃了不少苦 雪地里河里各种泡水不说 还有拖光光藏在马肚子里取卵 我们这种室内比室外还冷的蓝方人 看得都觉得冷啊 但是现在好了 这样的冰雪天气 我们还是可以躲在家里 不用出门就能打雪仗 这次怎么肥四孽 因为绝地求生新出了雪地地图 唯含敌 不仅有雪地摩托车 还有白色吉列服和新武器 可以换换口味 更有恐龙主题公园 迷宫场景 房屋密集的城市等等要素的加入 让战斗更加紧张吃鸡 对了之前说过的 绝地求生的雪地地图 有脚印追踪系统 你在雪地里行走就会留下脚印 让战斗有了更多的变数 想要吃鸡 那就要拱到最后 快来一起在绝地求生里面打雪仗吧 哦对了 B站官方推出了白色来袭 一家人整整齐齐打雪仗的主题活动 大家可以投稿视频和图片参加活动 赢得活动奖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